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王继才同志首岛卫国32年 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 对王继才同志的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 对像王继才同志那样 长期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同志 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冠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 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大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 但因条件艰苦 先后上岛的十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职守 1986年 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首岛任务 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 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 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2014年 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 今年7月27号 王继才在植勤时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58岁